苗栗縣消防局臉書成立多時 今年從原本的6000多位粉絲 累積超過了1萬多位 除了內容活潑多元 小編展現的畫工 設計專屬貓咪圖像 更是吸睛 成為logo之外 有時還當四格漫畫主角 是粉絲頁最紅的角色 不論是消防宣導 又或是佳節祝賀 苗栗縣消防局臉書 都能見到可愛的貓咪身影 課長上任的時候 他有想要就是把我們臉書 這個部分做成比較大狀化 然後做得比較親密 然後讓這個臉書這個 就是變成我們一個 消防局主要的推銷的平台 對啊 然後就是貓的話 就是因為我們是貓裡貓 然後我本身就是蠻喜歡貓的 我有養貓 然後以前我的自畫像就是貓 創作貓咪的小編就是他 高英傑高中就喜歡畫漫畫 雖然因為投入消防外情中斷多年 如今重拾畫筆 將貓裡喵的概念轉換 描消貓咪誕生 搭配不同宣導內容 畫不同的表情 安排劇情 順著是四個漫畫 更有時間投入這個業務的話 我有點想要出就是連續的漫畫 對對對對對 就是連環的漫畫 當然是跟消防有關係的 非常有創意來設計一些可愛的 一些卡通人物 然後加深民眾對於消防安全的一些觀念 那近期也接獲很多民意代表或是長官或是相親 表示說我們對於消防這個宣導 利用網路來行銷 有達到很好的一個效果 消防觀念透過可愛的貓咪傳遞增添親切感 小編也盼獲得更多迴響 持續鼓舞創作